在甜点的世界里 有句名言说 咸食养人 甜食悦人 而在台南就有一个 追求食材韵味的甜点工作室 传递的甜点工作室 传递着性格滋味 因为我老婆那时候 很喜欢吃乳酪的蛋糕 后来就感觉 台湾吃的乳酪蛋糕 跟日本完全是不一样 那我们就去日本去研究 这乳酪蛋糕的魅力 我们就开始专业 就自己做 就越做越习惯 就开始一路做下去这样 这是我们当初 开甜点店的一个 最真实的起发 其实是很简单 就想要做就做 近年来甜点越来越受到 国人的喜爱 也因此带动了甜点市场 但创办人与妻子 凭借着多年来累积的经验 以及对食材的敏锐 让他们创造出来的甜点 从专业领域中跳脱出来 职场都这样 每一个都是专业 你一定是专业的领域 你才会出来开这间店 你才会做这件事情 可是你在每一个都是专业的领域之中 代表上消费者就是这样看 我们要自己去成长 也就是说我们要独创 我们要懂得创新 而这个东西是可以让消费者接受的 而且是让消费者吃完或是使用完的去回想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就创造夏威夷豆酥 类类饱满的顶级澳洲豆果人 披上精致香气的巧克力外袍 将两者交揉在一起 入口即散发迷人香气的夏威夷豆酥 是台湾独创亚洲唯一的店内招牌 另外还有酥脆的意式脆饼 搭配果干与坚果的天然风味 爽口而令人着迷 越是原味就越强调细节工法 制作环境的湿度与温度也极为重要 创办人就以自己最拿手 以及一堆食材的熟悉来做独创的方向 并不断地烘烤与试吃 直到最适合的位置 其实初衷就是天然新鲜 古典家使用上等原物料 而这上等原物料是台湾人 他是可以去接受的一个食材 然后持续地去研发商品 台湾独创亚洲唯一 这两个一定是坚持做到底 不可能说夏威多书卖得好 我就放弃我的初衷不是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就是一直去创造 对于食材深入研究 不断地追求甜点呈现的韵味 而并非甜与不甜 那一口咬下 在嘴里化开而淤淤无穷的浓浓香气 就像听首歌曲 前中后不同的起伏感受 Creenhouse我所看见的是 食材用得非常的好之外 让我非常惊艳的是主厨 对每个甜点制作的细节工法 味蕾的要求 让消费者认识 原来甜点它不只是甜点 而是你要从食材中认识这个甜点 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主厨 他们的坚持与理念 就是在演绎食材 你看材料它并不单单只是材料 而是主厨们他把材料弄活了 把食材带入生命一样 这才是真正Creenhouse带给消费者的真材食料 坚持不懈的拼凑者 只为呈现最好的给客人 创办人也坚定地说 店里所使用的原物料不怕人去评比 持续创造从口感中唤起记忆 让人入口就难忘的甜点 Creenhouse法式手工甜点 持续做的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 诚实地面对每一位消费者 良心地去服务他们 在这里永远是吃到 食材最真最真的味蕾 还有我们的创意 这是我们一直会持续做的 食材最新的食材 食材最新的食材最新的食材